26号早晨8点半 一辆黑色商务车在行经情侣路珠海淤女附近时 因路滑导致失控 车一头冲入了海中 许多人用自己手中的手机相机 记录下了救人的感人瞬间 这段视频是出示车后面的公交车拍下的画面 黑色商务车在行经情侣路珠海淤女附近时 突然冲入大海 镜头时间比较短 我们用慢镜头再回放一遍 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路人纷纷下海救人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路人在救人的情景 随后消防官兵也赶到了现场 虽然男子最终没能被救起 但众人救人的一幕还是让人感动 下流按摩 9分钟 下流按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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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流按摩